其实骨这不是屁股的意思 骨这个字呢 它是指说从躯干到脚分开的那个地方 就是穿着内裤的时候 那个遮住的那个地方 那我也可以 就是屁股那边 就是屁股那边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日文请进小剧场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三五晚上十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哈喽 今天开工 大部分的公司是这一天开工啦 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公司是早几天嘛 那你是今天 你们觉得很忧郁啊 好像还好 因为就是我觉得 我这礼拜已有说啊 就是跟罗里就是 在家里面一起共度的时光 已经我觉得有点 对 已经够了是不是 嗯 接下来好像换我是不是 终于都是我要洗澡之类的 啊 我觉得就是过年这件事情呢 就是 如果有时间可以好好休息的话 真的是不错啦 那今年我算是有休息到 然后也有看到想看的电影 这样子 嗯嗯 好那我们就是来聊一聊啊 就是其实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一定会遇到一个节日 嗯 就是情人节 不一定吧 不一定 不是吗 西洋情人节不都是2月14号 然后通常就会在这个时间 这个前后 然后就是如果 呃在过年期间的时候 可能就要想一想说 啊这个情人节可能是快要到了 或者是准备要有些提前的准备 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都没有准备 然后就会惊觉说 诶今天好像就是这样 对啊 但是我们有去吃一顿啦 但是就是也没有特别的 那也不是为了情人节 对啊 因为有小孩 你就是怎么样都不会觉得 那是情人节 对啊 那我就姑且把这个 当天你帮我剥虾壳当作礼物好了 谢谢你 诶其实平常不是情人节 也都是我在剥 所以我天天都在过情人节 我要每天煮虾子 是不是 你能这样想那当然是 很棒和乐不为 所以你为什么都不过情人节啊 为什么一定要过情人节 为什么你要破音啊 那商人的那个就是 小把戏 可是我ok啊 我就让他们赚不好吗 不要 为什么 因为就是日常生活 就是好好的过下去就好了 你是不是想要省钱 嗯 对 ok 所以你觉得 情人节就是对已经结婚的夫妇来说 其实根本就不重要嘛 重要就是要把每一天日子过好 对啊 那你的就是以前的恋爱史啊 有没有轰轰烈烈过呢 没有 都没有 对我觉得我还蛮平淡 我是你的第几段 第二段啊 第二段 所以你的初恋女友并没有给你轰轰烈烈的感觉吗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都还太幼稚了 嗯 就是在很青春年华的时候 大一是吗 嗯 好的时候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在一起了 嗯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分开了 这样子吗 我自己也是这样 对啊 我们之前有讲过嘛 对对对 我大一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 就莫名其妙跟一个男生在一起 然后 后来就是 我好像不是那么喜欢他 然后他跟我说我们要分手 那我说好 这样子 就是一个很懵懵懂懂的一个经验 就是如果拍成一个剧的话 会就是让人差不多在前五分钟就想转胎 所谓成人事呢就是说你从一个孩子的状态 然后终于要变成大人了 你的心境啊 你的想法啊 然后你看待事情的方式 或是你之后做出来的行动 嗯 都会跟以前不太一样 就是以前就是可能戴着粉红泡泡眼镜 然后现在就是立刻就看到现实的残酷 但是我觉得我们我跟你啊 好像就是都没有在初恋 有这种感觉就是 啊我轰轰烈烈过 我被伤透了心 然后接下来我知道我要怎么样去面对我的未来的感情 好像并没有这样 就是一个 就是顺顺的就认识了彼此 然后就觉得很喜欢对方 然后就走入了婚姻的这一条路嘛 对啊 因为其实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太年轻啊 所以都还搞不清楚就是付出跟获得 要怎么平衡 对 有时候就想说他如果没那么喜欢我的话 我就会很努力的一直付出 就会感动他 他就会知道我的好这样子 对啊 可是都没有想过说可能会给别人带来负担或是压力 对 这样子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就是任何一个念头 就是想要就是玩弄感情这件事嘛 你说我要玩弄别人哦 就是譬如说 呃就是劈腿啊 跟别人在一起 对啊 应该绝对不会吧 你的意思是什么 应该又绝对不会吧 什么意思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善良的 这句话很难解构 因为我们都不是 我们都不是就是貌弱天仙 或者是帅如天神 金城武之类的 对 我确实是没有这个想法过 不过结婚之后真的会有一种 好想要离婚哦 如果这时候金城武来敲我家房门的话 我OK的这样 对好来讲一下这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的日文原名叫做 Initiation Love Initiation是来自英文 Initiation就是开始啊 启蒙引导入门 就是引领一个孩子 迈向一个成人的这一个阶段 的这样子的恋爱 那就是说 我们以前对爱情的憧憬啊 可能就是很粉红泡泡 刚刚你说的嘛 然后变得更务实 特别是在经过初恋之后 在第一场恋爱就觉得说 这个人一定就是我的 这一生的恋爱了 我不可能选择别人了 这样子 那这一个电影就是在讲说 一个男孩子的故事 对 就是他一开始是从一个男生的 第一人称出发 好 这部电影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 原本是一本小说 然后改编成电影 他小说是2004年的小说 这么早以前 对 对 然后就是导演是提姓燕 对 好提姓燕 他有一个很经典的作品 就是圈套的系列 你知道吼 对 就是阿布宽跟仲坚有机会的 那一个系列嘛 他是一个悬疑的推理电视剧 还有一些 我没有看过 我有看过 可是我其实没有非常喜欢 就是剧情的那个节奏 对 可是他的主题曲超好听 我知道 就是那个鬼束千尋的月光 那我哥真的太赞了 对 那这个日剧他有拍成三部的日剧 就是有三季嘛 还有四部的电影这样子 就是整个是 算是蛮长红的一个系列作品 对 然后这个提姓燕 他就是导这个爱的成人士啊 算是一个还蛮 我觉得还是有他的风格 他就是有一点点 就是黑色幽默 对 好 那这个爱的成人士的两个主角 就是松田翔太跟前田敦子 对 那松田翔太我们都知道吗 他就是 一个还蛮冷艳风格的一个男生 我觉得他长的其实不是 不算是传统上面的帅 而是有一种魅的感觉 对 对 对 有点像是那个 就是 我觉得感觉有点像狐狸精 男人的狐妖的那种感觉 你不觉得他有点 因为他的眼睛有一点 就是往上勾的感觉吗 对对对 我觉得他很适合当那种 就是比较是 他可以扮女装 对 扮女装 一定会很好看 对对对 没有错 跟那个王的男人 就是那个韩国片 王的男人 那个男主角差不多 感觉 好像是 就是比较属于冷艳型的 那一种男生嘛 这个松田翔太 他有一些经典的作品 比方说 像是诈欺游戏 月之恋人 还有像是电影的那个 死亡预告啊 还有这部爱的成人士 我觉得他真的是 演得非常棒 他其实 我觉得整部片的 所有角色 他们的演技啊 都走偏浮夸路线 对 比较不是 因为是那个时代吧 没有 就是我觉得 日本电影 他就是分两种 一种电影就是比较 就是像是 试之欲和那种风格 就是会比较 内敛 平淡 就是他们的演技 是很内敛的 对 然后另外一种 就是像这种 就是爱情故事啊 然后会很 很煽情 很就是一些 比较夸张的演技 对 他的喜怒哀乐都还蛮鲜明的 对 对 那另一位主角就是 潜田敦子 他就是饰演女主角嘛 对 那他一开始都是 从那个AKB48出来的 他一直都是 算是还蛮 站在C位 那个女歌手的角色 然后呢 就是 他有一些作品 我觉得 呃 我先讲几个作品 然后再讲一个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像是有电影叫做 告别式达人 姐姐的私厨 这两部是电影 然后呢 有一个广告 是我印象很深刻 他就是有饰演那个 丰田汽车的广告 就是哆啦A梦的 真人版的那一系列广告 哦 那个哆啦A梦就是 上雷诺演的 对对对 然后小叮当 讲错了 然后那个 大雄 然后那个大雄呢 就是 欺负木聪饰演的 诶 刚好就是最近的 Stand by Me系列 他也是演 他也是负责配音 对 会不会是故意的啊 大雄的声音 就请他配音嘛 对然后前天敦子 就是饰演 季安的妹妹 所以说就是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女生怎么那么可爱 他完全 他为什么不找一个 胖妹来演 就是季安妹呢 为什么一定要呢 就是没有啊 因为我们通常 印象中的 季安妹就是 胖的啊 可是他就 他也没有为这个扮丑 他就长大啦 长大变30岁 的季安妹 30岁就变得很可爱啊 他没有特别扮丑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你知道阿福谁演的吗 小夫 很帅哦 忘了 山下制酒 他就是吹一个头发 很像花轮那样子 所以这一切都很不合理 好啦那你去演静香 什么啦 静香是那个 那个水 水川麻眉演的 这样 然后我觉得那一整个 都是还蛮搞笑 我会把这个相关的连结 放在说明栏 如果说 想要回味一下 我可以去看一下 这样 好那我们回到这部电影 就是爱的成人事啊 这个时空背景是设定在1980年代 那个时候的音乐 还有他的服装啊 整个氛围大概怎么样子 嗯 呃就是 我觉得很像是像以前 早期小虎队 大家想象小虎队的那个时期的音乐 还有他们的衣服 就很喜欢穿那种花花绿绿的 你想小虎队有人知道吗 有啦 台湾人一定知道吧 我才不相信 就是因为他 其实后来还是常常会有一些新文话题 嘿嘿嘿 对 那其实那个80年代音乐啊 其实我不是很熟 因为我是1984年出生 哦对对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还很小 但是因为这部电影的关系 然后我有去找这部电影 里面用的音乐 其实这部电影 我觉得还蛮精彩的是 只要是你有活过那个年代 就是如果那个年代的时候 你是青少年 其实你应该会常常出戏 就是不太认真想看那个剧 因为你会一直被 就是注意力一直会被音乐拉走 哦是吗 因为他很多当年的一些 超级大红的曲子 嘿 对 那之后我再讲 就是这些曲子其实就是 当年流行的那个流行乐团 然后你说他的什么风格 因为其实那个年代啊 其实刚好是 呃就是比较 比较偏向是 呃那个 软式摇滚 什么是软式摇滚 软式摇滚就是说 不是那种很硬的 不是那种电吉他很强烈的那种 他其实旋律性还蛮多的 然后就是吉他的音色 也是比较柔和的 但是他的节奏也是 有比较轻快 然后有 有一点点 带有一点disco的风格 disco就是那种 噗哒 噗哒 这样子的东西 对就是你会觉得很轻快 然后很 有点都会感 诚实的 对那种感觉 对 然后就是 其实呃这这部电影 他等于说 我觉得很像是 那个年代的音乐的 MV大精选的感觉 哦真的有 对就是其实你只要听完 看完这部电影 然后你去找他每一首歌听 就是那个年代最佳的配乐 哦 其实这部电影 我们一开始会找来看啊 最主要是因为 他在这个封面 这个海报上面 就有个大大的文案 是这样写的 就是说 在最后的五分钟呢 全てがひっくり返る 全て就是一切 一切的故事呢 在最后的五分钟的时候 就会翻盘 翻盘怎么讲 翻盘叫做 ひっくり返る 就是完全的颠覆你原本的 整个看下来到 最后的那一个想象 哦 对 你呢 一定会二回看 一定会看两次 嗯 真的我们这一次 做这部电影 就是我看的第二次 对我第一次的时候 我也是抱着 什么什么 到底是怎么了 对对对 抱着就是 其实我 我没有就是想要 认真的去找 他的里面的细节 就是我说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就当初是 我就是很放松的看 对 然后最后就是 结局 最后五分钟 就是让我很震撼 对对对 但我第二次看的时候 因为我有点忘记 对 而且你还误导我呢 对 你说你知道是怎样怎样吗 可是后来根本就不是那样 对 但我第二次 我有稍微注意一些细节 可是最后还 其实我知道 我有很认真的注意细节 然后我也大概猜个 就是差不多七成的剧情 可是我最后 他当他就是公布 那个结果的时候 我还是会很想要鼓掌叫 真的非常厉害 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 就是导演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特别用一个字幕片说 就是不要爆雷 对 就是说你知道结局 不要爆雷 对没有错 对那我们这一集啊 因为就是 我们最后还是会讨论到 就是最后的雷 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个 很明显的防雷线 对跟大家讲说 就是如果你想要抱着 就是非常 就是 无知的心情 对 就是想要很纯粹的去感受 那个震撼感的话 那就请到那个分界线为止 对 没有错 好那这个故事呢 刚刚提故事在1980年代嘛 它一开始的时候 是发生在1987年的7月10号 就是由男主角 第一人称的这个语调来说 这个男生的名字叫做 林木细数 Suzuki Yuki 细数的这个写法 细是细阳的细 树就是树木的树 对 他差不多大四身 对对对 好然后他就说 他很感谢有一通电话 就是他一个朋友 打电话过来说 就是因为他们要办一个控法 就是联谊 因为人数不够 所以麻烦凑个人数 然后呢 在那场联谊上面 认识了一个女生 就是 钱田敦子演的这个角色 她的名字叫做 MAYUKO 叫做陈刚 简子 叫做 NARIOKA MAYUKO 然后我们就叫她小简 MAYU 这样子 然后呢 就是 她在那个 那个场合上面 就是对这个女生 一见钟情 对 然后他们两个就有点 眉来眼去的啊 想说 欸搞不好可以 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发展 可是呢 因为这个Yuki 这个男生啊 他是一个肥宅 对 他就是很没有自信 然后就是 头发也乱七八糟 好像戴个眼镜啊 然后穿衣服也很不讲究啊 可是真的没有想过 竟然这个 MAYU啊 他会 就是自己下 就是想要跟他说说话 然后说 下次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 有一些进一步的 就是等一下我们要续探啊 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 这样子 对 会不会很心动 对啊 我就觉得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当然我知道就是 不能以貌取人嘛 可是 好像一般来讲 好像 这个是不太合常理 就是 说一个超正的女生 但是就是很 爱上这个 为什么不可以 奇怪 不是不行 而是说就是 会觉得这个女生 好像你会微微感觉到 他是不是有点心机 这样子的感觉 是哦 可是我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这个女生 一定是看到了 这个Yuki的好啊 一定是一眼看穿了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她有说 她自我介绍 说我是一个牙科助理啊 然后就被 现场的那个男生 就是有点开玩笑 说那你帮我看牙齿 好不好啊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时候Yuki就是 出言相救的时候 就是说 我叫什么名字啊 我就自我介绍起来 然后就把这个 对话给打断了 所以呢 女生就觉得说 哇这男生救了我 所以呢 就是希望之后 可以跟他有更进一步的 一些互动 这样子 嗯哼哼哼 好 那 在这个联姻上面呢 女生她戴着一个戒指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戒指 它是一个 Ruby no Yubiwa 嗯 就是红宝石的戒指 对 嘿 没错 对 然后就有人问她说 哇这么漂亮的戒指 你怎么有 她就说啊就是 我就是想说 我生日要到了 所以我就自己买 给自己的一个 生日礼物啦 嗯 这样子 哎你知道吗 我猜个话 就是这部电影的音乐 也有选一首歌叫做 Ruby no Yubiwa 没错 对 红宝石戒指 她的这个演唱者就是四伟聪 嗯 她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员 嗯 我知道 对 就是长个酷酷的样子 然后还蛮会创作的 嗯 对 好 然后呢就是 两个人就这样子相遇之后啊 就开始有一个 很奇妙的变化嘛 刚刚提到是 7月时 他们就是第一次的见面 8月2号 他们就是去海边玩 然后又有一些 一些互动这样子 就交换了电话号码等等的 然后呢男生就想说 我真的真的 好想打电话给这个女生 可是呢 怎么样都鼓不起勇气 嗯 但是她有一天 她终于就打了 就在那个海边 玩回来之后的一个礼拜 她终于打了 然后女生就接了这样子 在那个打之前呢 这个男生就对自己 说了一句话 嗯 勇气要达成 鈴木勇气 哈哈哈 勇气跟勇气是同样发音 勇气是勇气 对 勇气要达成 鼓起你的勇气 拿出你的勇气来呀 鈴木勇气 就是她的名字嘛 就是 林木细数 你给我拿出你的勇气来 对 这个台词就有押韵还蛮好玩的 对 好 然后竟然这个电话就接通 然后女生就是接起电话就说 人家一直在等你打电话给我 我都已经放弃了 其实我都好希望 你可以约我出去吃饭 哈哈哈 你跟她这样演技 很像是儿童节目 是吗 因为我觉得她脚外好叼 我想说也太可爱了吧 我完全不行耶 嗯 然后男生就想说 啊怎么可能 我这种男生这种货色 我根本就没有跟女生交往过啊 然后女生就说 可是我从以前就觉得 那种虽然看起来很认真 不灵巧 可是不太会说谎的人是比较好的 如果说那种 很能言善道的男生 搞不好就已经 跟别人女生 就是打过交道很多次了 所以我觉得你比较好 哦 也是有这种人啦 就是真的会觉得 这样子比较安全 嘿嘿嘿 好 那总之他们就是开始约会了起来 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们下一次的约会 就是礼拜五嘛 他们就开始了固定 都在礼拜五约会的 这一个约定 这样子 好 然后呢 这个男生想说 哇 为了这个女生 我要开始变得更好 比方说女生说 哦 如果你有车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跟原地方玩咯 或者是你如果可以 打扮得更好的话 那我就可以 就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然后男生就开始 做了很多不一样的改变 我觉得男生或是女生啊 为了爱情 为了喜欢的人啊 会把自己变得更好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对啊 对啊 就是感觉就是 因为你重视他嘛 所以他讲的话 你就会想要 照着他的话去做 对 然后你也会让自己 就是你想要让自己 变得更好看 就是 更有自信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 那包含什么呢 就是Suzuki Yuki 他做了一些事情 包括他去买了一些 西装的潮服 他就看一些时尚的杂志啊 看就是 大致上的男生 都怎么样穿衣服的 然后就做他们的动作啊 然后呢 还就是把原本的眼镜 换成了Contact 就是隐形眼镜 嗯 还有呢 就是把这个头发 剪成当时最流行的 潮发 哈哈哈哈 那个头发是怎样的 你可以使用一下 就是旁边剃比较光一点 然后是上面的 那个刘海比较长 其实我觉得 现在看起来还是不错耶 好像是7分头是不是 嗯 还是9分 我也不是很确的 反正就是 那个线分的 比较靠旁边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 现在看也是蛮好看的啊 也是有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稍微抓一下这样子 上面头发就是 稍微抓一下 有发流 然后旁边剃光一些 后面也剃光一些这样子 嗯 然后呢 他也开始学开车了 对 总之就是为了这个女生 他就开始做了一些 改变 改变啊 外在内在提升这样子 嗯 对 然后在8月21号的时候 他们在一次聚餐的时候 就是女生就是 呃 想要帮他 呃 取一个绰号 嗯 那细数的细这个字嘛 嗯 就是 细阳的细呢 看起来就跟那个 片假名的他 是一模一样的 对 我每次在教 50音的时候都是说 诶 像是那个 你要怎么记他这个片假名呢 就是记 跟他去看细阳 啊 我都是这样记的 对 然后就是说 这个呃 这个字 看起来是细 可是是念他 所以你就记 跟他去看细阳 嗯 然后这一个女生 天天蹲子 她就想说 那我就帮你把这个 细这个字呢 帮你取一个小名 叫做 taken 嗯 kun就是君这个字 对 有点像是小细 这样子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taken 嗯哼 好 然后他们就是开始 他们互相对对方 有点好感之后呢 到了9月呢 就是原本参加联营的 这些伙伴 就说 那我们去打这个 对 对 去打网球吧 对 这样子 然后打网球的时候 男生有点不高兴 好因为就是他看到 那个女生跟其 一个另外一个男生 就是互动很密切 对对对 就是吃醋了 对对对 好吃醋叫做 shito shito 对他的汉字 就是写嫉妒两字 shito是名词 还是动词 shito的话就是 动作性名词 加上siru就是一个动词 哦 shito siru 对对对 好那那一天打网球 觉得很沮丧啊 因为他都没有跟那个 MAYU 呃 凑成一对嘛 然后就是打得很不开心 就看到MAYU跟其他男生 好像很互动密切的样子 他就回到家很不开心 然后呢 就接到了MAYU 打电话给他 嗯 他说你今天心情不好是不是 你是不是喜欢另外一个女生啊 嗯 然后那个 呃 Suzuki他就讲说 那你对那个 有个男生叫做北渊 你又怎么想的呢 这样 嗯 两个人好像 在开始有点互 对对方就是有点吃醋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是热恋期 就是 在暧昧 然后又这边假装不在意 可是还是有在意这样子 哦 这个时候还没有热恋啊 还没啊 他还没有正式表白 他就只是 有 会有好感 确定会有好感 对对对 那在这个状态之下 我觉得是 谈恋爱最有趣的阶段 最美的地方 对很有趣啊 就是暧昧啊 对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啊 就是这个时候 对 我们有这个阶段 三天 没有吧 因为那时候不是有一个人 就是想要送我衣服啊 就是吃醋啊 可是那不算是 我跟你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啊 哦对 我们已经在一起 对啦 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 其实 其实是 那样子的状态 可是我觉得跟这个很像 就是也是在吃醋啊 就是热恋期的吃醋 跟暧昧期的吃醋 都差不多啊 就是 就是那种醋意 都是很浓厚的 就是你觉得 有外来者入侵这样子 对 很不高兴 对对对 对 好 可是呢 这个曼尤她讲说 其实不觉得 这样子的互相猜忌 或是有点吃醋的感觉 是不好的 她说 でも 嫉妒すること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她是一种 对对方爱意的表现 哦 这个是简子她说的吗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好像这一段恋情 好像是 简子她很 也是还蛮主动的 然后那个 原本应该是 那个系数 她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可是一直被她这样子 就是好像让她 越来越有自信 然后就是越来越 想要赶快的 我觉得她根本就是春心荡漾 整个被撩拨起来了 然后呢 就是男生就说 对啦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爱你 爱してる 然后呢 女生就说 你来我家 哎我觉得她这一段 这段我有再重看一次啊 我觉得那个系数 她的演技真的很好耶 对啊 她眼眶有泛泪 有啊有啊有啊 我觉得她真的演得超赞的 她真的是 初次恋爱 然后觉得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就是 我现在就是我 最佳的表白时机点 然后终于讲出口了 那种感觉 而且你知道 这时候的音乐是什么吗 不知 是小田和正 这什么 那个她 她在以前 就是off course 这一个乐团的时候的一首 很经典的代表作 叫做yes no 哦 然后 你怎么知道这种事啊 没有因为 其实我就有再看一次 然后我就有 给我看 然后她那个时候的歌词 就是 就是 她就一直唱说 可以拥抱你吗 现在 你的心在何方 可以拥抱你吗 可以喜欢你吗 就是我觉得她那个 就是很纯情的那个样子 搭配这首歌啊 很搭哦 很想要赶快听到 yes or no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很适合 好那你知道Manyu答案是什么吗 她就说 来我家玩 哈哈哈 哎这有点太快 进展太快了吧 对 然后就是南方就立刻驱车前往 驱她的那个摩托车 因为那时候还没考到家 对对 然后他们就正式成为恋人 就表白 然后成为恋人 然后跑到她家去过夜嘛 对 然后你上来跟她讲说 就是 你是人家第一次的对象 那是太好了 哈哈哈 我们现在笑起来都感觉 好像我们知道 因为我觉得 就是这种 这种青涩的爱 真的让人觉得好害羞 你不觉得吗 嗯 对啊 就是你来我家 其实就知道说 等一下要干嘛 等一下你到隔壁巷 然后我就给 打电话给你说 你来我家 对啊 哈哈哈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总之他们就开始 他们的恋爱之旅 这样子 这个Yuki呢 他就开始拿到了驾照啊 买了一台中古车啊 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说 哎 接下来很快就到12月了 在12月呢 有一个情人必过的节日 是什么 圣诞节 没错 Christmas 对 好你知道Christmas 在这个1980年代 有多么重要的 这个意义吗 现在我不太知道啦 不过当时呢 他们有一个 标准的 过圣诞节的流程 嗯 怎么样 我现在手边有一本书 它是麦田出版的 乙男乙女 这本书 乙是甲乙丙甸的乙 然后乙男乙女 第二个乙是蚂蚁的乙 嗯 乙男乙女 这两个词 乙男跟乙女 都是有各自的含义 就是两个 不一样的世代标签 那相关的解释 我会放在说明栏里面 其中有个世代标签 就是泡沫世代 就是专门指 1986年到1992年 这个时代就业的人 就是称为泡沫世代 也就是这个电影里面 提到这样子的一群男女们 对 算是工作上面也算顺心啦 然后也赚得蛮多钱的 他们要怎么样过圣诞节呢 嗯 这个里面有一段话 是这样说的 泡沫世代的女子择偶条件 是三高 然后呢 当时的日本年轻男生 要怎么样追求女生 在圣诞夜的时候 要必须准备五种神器 车子 对 鲜花 珠宝 高级餐厅 还有五星级酒店 哇 这要花不少钱吧 没错 好 那顺序是这样子的 男子呢 在圣诞夜那一天 要着正装 就是要西装打领带 租借B&W 或者是宾室车 去接女生 然后再送上一大数的鲜花 之后前往在两三个月前 就已经订好的 高级法式餐厅 用餐之后 然后呢 送上珠宝 享受晚餐 然后再去看夜景 最后呢 就住一个超级高级的饭店过夜 这应该有很多日剧 都在有这样的桥段吧 好像是哦 对 就那种很大课圣诞树的背景 好像那种地方表白啊 或者是 好浪漫哦 浪漫的那个 但是 好棒哦 但是其实我觉得 它这部电影其实有在讲 就是 这个是泡沫经济时代嘛 其实 后来到90年代 大家就大梦出行 因为就是经济这样一蹶不振嘛 就是大家就开始思考说 那些好像以前我们好像觉得赚钱啊 很容易的感觉 好像都不复存在 对 对啊 就是 这个小说在2004年出版嘛 对对对 那它为什么会把这个年代设定为巴黎年代 其实就是因为就是 2004年的时候 其实日本经济是非常非常的惨 对 所以它就可能是当时的人就是比较想要怀旧 就是会有点怀念泡沫经济时代 那个时候很那个华美的日子 对 就像是那个 那个就是圣诞树的那个灯泡这样子 很闪亮 但是其实隔天到25号 就是过了圣诞节之后 好像全部都暗淡下来那种感觉 真的耶 对 对那刚才有提过说 这个圣诞夜的饭店非常难订嘛 还有它的餐厅也很难订 可是呢 竟然就是被这个Yuki订到了当天 有人刚好取消了一个饭店的房间 然后呢 它就订到了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说 欸不知道是谁分手了 有点感谢他耶这样子 那总之他们就是在 圣诞夜这一天 他们就一起吃饭嘛 然后男生就送了女生项链 这时候发现说 欸 女生的这个手上 原本那个红宝石的戒指不见了耶 对 对然后女生就说 啊不见了 弄丢了啦这样子 然后男生就说 好那明年生日之后 我就送你这个东西这样子 干嘛 没有人觉得这男生 好像感觉会被耍的感觉 是哦 很容易被耍 哦 因为他就真的是第一次谈恋爱嘛 对啊 对我跟你讲 我看到的时候 真的觉得说 这个女生长得好看 就是有这个资格 可以说这些话耶 好 然后男生就送完礼物之后 女生就说 嗯 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哦 他就送那个很棒的一个礼物 就是Michael Jordan的那个 鞋子 鞋子 限量款 限量版的球鞋嘛 嗯 然后就说 这个送给你咯 可是呢 人家是第一次买东西 送给别人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如果不喜欢就算了 哈哈 好 很好 好 什么 好那总的他们吃完饭了嘛 在路上就竟然遇到 有人对他指指点点 就说 诶你看他们这样子 好不登对哦 对啊 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耶 这样子 然后男生就觉得说 啊怎么办 我很 我这样子胖胖的啊 看起来很 就是很不帅气 好像给女生丢脸了 嗯 然后女生就说 啊不会啦 你虽然说 就是 是圆了一点啦 可是你还是很帅啊 不过你如果瘦下来的话 应该会更帅哦 这样 男生就想说 我一定要变瘦 对 我要减肥 这样 对对没有错 他就说 僕 まゆちゃんのために 僕是我 まゆちゃん就是小姐 为了まゆちゃんのために 痩せるよ 我会变瘦哦 まゆちゃんのために 为了你啊 もっとかっこいい男に ならなきゃ 我一定会变成 もっとかっこいい 是变成一个 更帅气的男生 男に ならなきゃ 一定要这样才行 不然的话 我之后配不上你 这样子 从此以后 他就开始用那个鞋子 展开了一段 慢跑之旅 就变很瘦 他原本是个肥宅 然后半年之后 突然变成松田祥太 这跟我的少女时代 最后变得严陈靴 感觉也差不多 我觉得很难相信耶 所以也太帅了吧 可是 你就是在看的时候 一直跟我讲说 我觉得这两个人 其实选角还不错耶 两个人眼神有点像 这样子 我觉得我很 就是 我是导演很喜欢的 那种观众 因为我就是掉入了一个陷阱里 反正就是觉得说 哇 他真是真的 我觉得半年也算是合理啦 你看起来至少捡了十几公斤吧 然后就变成一个很帅气的男生 好 以上讲的都是一个 录音带的A面的故事 我觉得这部电影超级巧妙的 用这个80年代这个 很重要的听音乐的元素 就是录音带的A面B面的方式来呈现 我觉得超高竿 对非常有趣 因为他有一个 后面有一个非常象征性的音域 对对对 要看得完才知道 真的 那总之这个男生他就想说 我的人生因为有了妈月的关系 我的人生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对 我要展开我的新人生 B面了 对 B面来了这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的音乐啊 是那个就是 呃 叫做木棉座的手帕这样 对啊 他这首歌 他的就是那个歌词就有讲到说就是 就是要出发到到东方去努力 就是 就是意思就是像我们的台湾的那个 向前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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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子的感觉 就是要去都会打拼 也就是东京 真的耶 对 没有错 他为什么要说到东京呢 就是因为说翻到B面之后啊 这个男生我刚刚提过他的绰号是Takun嘛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用Takun来介绍他 这个Takun呢 他就是被公司告知说 要被调到东京去了 对 然后7月1号就要去了嘛 嗯 然后这个 Maiu觉得很难过啊 想说要开始这一段 很 就是什么 远距离恋爱 对 开始远距恋爱 他们原本的生活的这个场景是在进刚 进刚 然后男生要到东京去嘛 对 说远也不是很远啦 搭这个新干线大概是一个小时 开车大概两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半 嗯 就是走高速公共的话 好像大概是从台北到台中 这样子的感觉 嗯 可是我每个礼拜都这样开 好像有点累 对啊 嗯 好 那这个男生想说 没关系 就是我跟你的感情 非常的坚真这样子 所以说 即使是我们分隔两地 即使是这样子的 Encuri的恋爱 即使是这样子的远距恋爱 我只要驱车前往 一下就可以到了这样子 对 好 这个Takun他也不忘说 要买一个生日礼物给这个Maiu 因为Maiu的生日是7月2号 嗯 他就是买了礼物之后还 一样就是这样开车下去送给他 嗯 然后就是想说 嗯 我这为了你 我一定会把这个 你喜欢的东西 给牢牢记住 然后买来送给你这样子 对 可是呢 后来就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一个称药精出现了 对 是谁 就是一个女生啊 嗯 在这个大都会工作 总是要认识一些别的女生嘛 对 对啦 嗯 他的名字叫做 石碗美谜子 嗯 美谜子的日文是Miyako 嗯 Miyako其实是我们之前有提过 谁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心情直播播文剧里面 那个公子也是Miyako 啊是啊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写广播剧剧本 那个女生 Tsuzuki Miyako也是叫做Miyako 哦 公子对对对 这个女生啊 我觉得她非常的 她跟Muyo是完全不同类型的 对 她看起来非常的美丽 而且她很知性 对 很知性 而且酒量又很好 感觉就是一个 在大都会里面工作 就是可以游刃有余的一个女孩子 就是她很成熟 可是像那个 那个简子啊 她感觉就是 小简她感觉就是比较 像是那种 很爱撒娇的那种 女孩 就是可爱 可怜兮兮的那种感觉 可是她很可爱啊 OK啦 就两种不同类型啊 都很好 我没有说哪一个是比较好的 可是我觉得 像Miyako她虽然说 看起来好像很精明干练的样子啊 她也是懂得示弱的哦 那时候可能 电脑才刚引进 这个公司的职场里面 所以就是 她不太会打字 然后呢 男生就说 我在大学学过打字 我可以教你 而且她那个都是 超级老的 那种 那叫什么 286 486 我不知道 那种电脑 对 然后总之就是 男生帮女生了一把 想说 诶 那这样的话来吃个饭吧 就是那种 我们现在电脑 就是没有办法 进入到主画面的时候 会出现的那种 那种画面 到底白字 反正就是很古早味的啦 对 感觉只要你出现这个 现在出现这个画面 你就电脑就要去重贯那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那这个Miyako呢 她大学的时候是演剧社的 嗯 对 所以她就是有一次就 约大家一起来 就是跟她的演剧社的朋友 一起来聚餐啊 也是另外一个 也是一个联姻的场合 这样子 然后就互相认识了一些朋友嘛 这样 对 好 然后他们就约好说 诶那7月18号的时候 那天是礼拜六 那我们就有一个剧团的公演 一起来吧 这样子 就约这些男生们一起去看 这样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别忘记 那个Miyako还在静刚 吃吃的等待这个Takken 对 这就是Takken就是还是一样啊 这样驱车往返啊 可是你知道 在东京工作一定很累嘛 嗯 每周要这样开车下去 然后还要跟女朋友约会啊 等她买一服选什么的 对 就越来越没耐心 对 没有错 然后 就是有一次他们就想说 那要去那个什么 要去海边好不好 这样子 这个Miyako她说 我买了新的泳衣 是高叉泳装 是high leg的 对 就是那种 你知道的嘛 嗯 就是会让脚变比较长的那种 嘿嘿嘿 那个什么 比基尼县会需要处理一下 才能够显示出这个 衣服的好 这样子 对 然后可是呢 因为这个 呃 Takken她已经答应说 要去看那个公演了 所以说 她一直爽约 一直爽这个 Miyako的约 就是已经约好了 然后可是一直都说 我不能去 我不能去 直到三个礼拜之后 才终于回到金刚 去跟她约会 嗯 这样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 她发现了一件事情 女生说 我那个 あれ 那个 好像有阵子的没有来了 怀孕了 好像耶 怎么办 这样子 然后男生也慌了手脚 要结婚吗 可是为了怀孕而结婚 好像 他们两个都是 有点手忙脚乱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嗯 可是呢 这个男生 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 对 就说 还是拿掉好了 嗯 然后女生就很难过 对 嗯 就感觉这男生 他变帅了之后 变瘦了之后 好像就 不是很爱他的感觉 对啊 我觉得 就是 这个男生 我看到这边 我真的觉得 你到底想怎样啦 开始变一个烂人 对啊 然后好死不死 这个Miyako 这个东京的女孩啊 他对这个 他可能是有意思的 对 他时时就会说 其实我喜欢你 我一直在等你打电话来 其实他打电话给我觉得好烦哦 我喜欢的都不打电话给我 这样子 嗯 然后男生就是有点被 被就是撩动了这样 对对 其实 呃 我觉得那个Miyako啊 他其实 他表白的方式 就是非常的厉害 嗯 就是他就是 就是很不经意的讲出 就是 那那个 关键字 嗯哼 对 就是 这样子好像 也是一种很好的表白法 对 就是没有那么的 让自己就是好像在很轻松 很自然的方式 就讲出来 对对对 对 就是假装不经意 可见他是 情场的高手 好像是耶 那男生就是 其实他也觉得说 呃 一直要维护 这个远去的恋爱 这样子的 呃 心情其实蛮疲惫的 但是他没有告诉Miyako 他有 女朋友 对你看这个渣男 对 他不先讲 他可能想说 也不拒绝人家 他也是有点 就是觉得 嗯 来有准备一个备胎 好人厌耶 可是呢 可是Miyako 跟这个Takun 他们两个人 有一次在见面 吃饭的时候呢 女生就跟他讲说 诶 我真的其实蛮喜欢你的耶 你真的对我 一点意思都没有吗 我其实 很受男生欢迎啊 然后男生就说 可是 可是你知道 我有个女朋友耶 如果 这个时候才讲 对 他说 如果我真的跟这个女生 呃 跟Miyo分手 然后跟你交往 你应该也不会欣赏 像我这么随便 就换对象的人吧 嗯 对啊 他说的没有错嘛 就是 就是 如果他这么快就换的话 那好像 他以后很快 又换掉自己不是吗 对 可是呢 这个Miyako就说 我知道你不是这么随便的人 可是啊 如果你为了原则问题 继续跟这个 晶纲的女孩子 交往的话 我会有点同情 这个女生 哇 他这个台词设计得很高杠 嘿 就是说什么 呃 你是为了要 呃 不要怎么讲 就是 好像分手别人 就是把别人甩掉 好像是有点不道德的 为了要 保有这样子的一个 呃礼貌 或什么的 然后才说 我不要 我要继续跟你在一起 好像不太对吧 嗯 这样子的意思 可是他完全没有跟他说 你就把他甩掉嘛 你跟我在一起啊 他是用这种方式来 暗示对方说 其实你选我 选一个你喜欢的 是比较好的 对 然后呢 Miyako继续说 我一个前男友啊 曾经跟我说过 对你来说 我就是你的成人士 就是前男友 对这个Miyako来说 前男友就是 这个Miyako的成人士 也就是说 从孩子 转变成大人的仪式 特别是初恋 更是这样 嗯 对 就是让他看清楚 就是恋爱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没有错 好 他就继续说了 その時は 在那个时候啊 この人しかいない 絶対 って思っても この人这个人 しかいない 只有这个人了 絶対 一定是只有这样子 绝对是只有这样子 这一生 我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 这样就好了 但是 即使你这么想 って思っても 絶対なんでない 这样子的 绝对 是没有的 根本没有绝对 这种东西啊 ってことがわかるときがくる 有一天 你就会知道 这个是不可能有的 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觉得 这一生 我只想跟这个人 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你很快就会知道 绝对这两个字 根本就不存在 对 好 それがわかるようになって それが 刚刚提过的这个 それ就表示 前面这一段话 当你一旦了解了 这一点 这个道理之后呢 初めて 第一次 大人になる 就是 变成大人 っていうのかな 意思就是说 当你了解了 没有绝对 这样子的事情之后 你才终于 变成了一个大人 这也就是 Initiation Love 这件事情啊 这个是很 点题的一段台词 对对对 你同意吗 同意啊 就是 真的本来就是 世事难了 我觉得不只是爱情 很多事情都没有绝对啊 对 就比如说 你在工作上面 你付出 觉得付出所有青春 但其实 公司要 裁掉你 也是一瞬间的事 你也无法决定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 把自己准备好 对 就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对 Miyako还 继续说 他还趁势追击说 如果你跟这个 Mayu这个女孩子的恋爱 就是一个爱的成人士的话 那我想 我呢 Miyako这个人 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吧 我应该还是有机会 跟你在一起的咯 这段话听完之后呢 这个Takun 他竟然有松一口气的感觉 就是 我好像真的应该要学 一个我比较喜欢的 对 他这个时候就确定 比较喜欢的是Miyako 对对对 没有错 这个 就是这个男生 你想说 好吧 那我就来开始 Futamata一番 Futamata的汉字写 二骨 二骨就是一二的二 骨是屁股的骨 二骨就是 屁股踏两条串 屁股 跨过去 然后踩在不一样地方 就是劈腿的意思 那他们用劈腿 对啊 劈腿感觉就是 柔软度蛮好的耶 好 屁股 屁股感觉我可以 哈哈哈 Peter不行 其实骨 这不是屁股的意思 骨这个字呢 它是指说 从躯干到脚 分开的那个地方 就是 穿着内裤的时候 那个遮住的那个地方 哦 那我也可以 就是屁股那边 哈哈 就是屁股 没错 因为那没有考 没有很考验 柔软度 都可以 这个二骨 两个字 这就是Peter的意思嘛 他有两个语言 就是他其实有两 比较主要 常见的就是 他的由来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 对两个人使用屁股 哈哈 使用这个部分啦 就是 同时跟两个人做爱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他其实就是有不伦练的意思 诶 小心啊 我们有国小的听众 哎呦 那另外就是 这个 mata mata就是有另外一个意思 有可能是mata 这个字 它是指跨的意思 跨过去 跨越的意思 只说就是两只脚 分别踩在两个人身上 就是这样跨过去 就是脚踏两条船的 那个概念啦 嗯 总之就是劈腿 那男的就想要 就是 开始两边那个 嘿 很忙耶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耶 你看就是 他们原本是 每周就是要回到靖岗嘛 然后跟这个 mata 就变成隔周 是 然后就是 一个礼拜在东京 一个礼拜在靖岗 然后这样子 奔波往返的 有一天终于 对 因为他不小心 他在回去靖岗的时候 他讲了 那个 Miyako 对 他就说 哎我要去买这个东西 你要不要再去买别的什么啊 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Miyako 嘿 然后那个 女生 Mayo就说 你刚刚说什么 你说谁 这样子 哎这个感觉真的是 就是很常 电影都会演到的啊 就是譬如说 说梦话 睡前那种 就是叫了一声 哎我觉得劈腿很不容易耶 你要把这么多细节记住 比方说你跟 A去过什么地方 做过什么事情 你跟B的时候 你要小心避开 什么之类的 哎可是我觉得男的 他也很笨的 他就直接就 就承认说 就是自己有外遇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怎么说你知道吗 我说 哎那是我的 就是第一任 真的是初恋 那那个时候 就是我脑筋不清楚 因为像我有时候 我叫罗莉 我还会叫到我弟哦 我弟是 我弟跟我差11岁嘛 然后就是差不多 就是我小 我小的时候 他更小啊 然后我也是 每次叫他这样 然后我有时候 我真的会把罗莉 叫成我弟的名字 你的名字 你的脑子也太不清楚了吧 哎我真的觉得 这个是有可能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男的 他赶快就 就立刻就是 窟窿过去 对啊就说 啊这个是我 真的是初恋女友 我怎么会叫到他呢 太笨了吧 就好了啊 我跟你讲他一定觉得他很累 他想说算了啦 就这样好了 就不要扛算了 而且他还恼羞承怒 而且他还拿 就是拿别的事情来 就是 对他说 我就是这样子跟你一年半 我每次都是从东京开车回来 你都不来找我 我这样子那么累 然后我本来就开高速公路 这样子很花那个过路费 你知道吗 我现在都走那个平面道路 花五六个小时 结果你都不来找我 这样子 我到底哪里不对了 然后就直接摔东西 然后就是很暴力的那种方式 对他们 他就夺门而出 然后就离开了嘛 这样子 对 好像就分手了吧 就这样一年半就分手了 这样子 对 好 然后呢 过了几天啊 这个他可能就收到了 这个妈有寄回来的这个戒指 对 之前送给他那个红宝石戒指嘛 对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男生想说 好吧 那既然我都跟这个女生分手 那我就名正言顺了 顺其自然就跟这个 Miyako在一起好了 嗯 好 那Miyako就说 诶 就是圣诞夜那一天啊 我想要约你来我们家吃饭 跟我爸妈一起吃饭怎么样 这样子 然后他讲说 哦 圣诞夜 啊 对了 我之前约过一个饭店 就是12月24号那天 就是其实要跟我那一个前女友 就是Miyu 一直去吃饭耶 应该把他取消才好 这样子 因为他怕 就是Miyu他不知道 那就叫做分手 对对对 然后想说 诶可是 我那时候当我离开了 他会不会 还是会跑去那个饭店啊 嗯 想说 还是 那去看一下好了 这样子 对 就在他还在这个 Miyako家还在吃饭的时候 就给他夺门而出 又跑到那个竞刚去耶 如果是我的话 早就直接给他分手了 在那边 气死我了 这个渣男 对啊 然后呢 最后这个 他可能他就是 在晚上的时候 终于赶到了 这个竞刚的饭店 然后呢 就是 他可能他就驱车前往 到了这个竞刚的饭店 天都黑了 对 他就看到了这个 Miyu在那个饭店 觉得好开心哦 原来他还在那里 想说 应该跟他有一个爱的相会 在这个时候 他终于知道了一个 惊天动地的大秘密 对 好 接下来是防雷 分隔线 没错 真的是很大的雷哦 所以你真的很想要 自己看的话 你千万不要听下去 好 拜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已经警告大家了哦 真的 就是 不要听下去 怎么 你还要听 对啊 OK OK 那我们接下来 真的要公布这个 大秘密 好 跟你讲 我好累哦 哈哈哈哈 就是啊 他就是一过去 要去 奔向这女生的时候 发现这女生在跟那个 就是肥宅 就是在一起 原来这个 Takun 不是Yuki 不是 原来Takun有两个 一个是肥宅 系数 另外一个是 鈴木 Takun 就是松田 翔太 是另外一个人 对 对 没有错 原来这个 Manyu 同时跟两个 Takun 交往 而且呢 他整个时间轴 是这样子的哦 就是之前那一段 跟那个 呃 就是肥宅 交往的时候 其实他 那个 那个时段 就是 是 东京 Takun 刚去东京的 那一段时间 对 他就是 其实 这个 简直 他才是最 最厉害的 他早就已经 把这个 系数当做 备胎了 没有错 他是怎么样呢 7月2号 收到了这个 东京Takun 给他的戒指之后 他7月10号 就去参加了 那个 那个 联谊 对 然后就说 哦 这个是我自己 买给我自己的 生日礼物 对 他真的很多很多的伏笔 这部电影 真的很多的伏笔 而且就是 你一定要自己去看 然后其实 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 你完全抱着 无知的心态去看 你就会觉得很惊讶 对 就是我们 像我第一次看 第二次看 就是你可以 注意很多细节 你会发现 这个导演 真的超厉害 对 没有错 我在找资料的时候 发现一个 看到一个日本网友 他做了一个 非常详细的 所有爆雷的 伏笔的整理 对 他做了一个 伏笔的整理 就是一个防雷线 然后下面一大堆 就是你可以去 观察的一些细节 对 他列了十个 比方说 两个Takun 他们在性格上面 有极大的差异 原本是一个很 就是 温门如雅的一个 飞斋啊 好像就是 不太会谈恋爱 对 可是呢 松田翔太就是 好像是一个 情场高手 可是这一点 就是我在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会觉得合理化 是因为 人就是 变帅之后 就会拿翘 对对对 就会觉得 他以前是 飞飞的时候 还是觉得 他很没有自信 所以他就会很乖 很配合 但是当他变帅的时候 有人追求 他自然就会觉得 性格那种 就是比较 坏男的那一面 就会出来 所以这一个伏笔 其实是比较隐晦的 对 没有错 第二个是日期 我讲一个比较特别的 之前有提过说 那个剧团的公演 是在七月十八号 礼拜六嘛 可是其实那一年啊 七月十八号 其实并不是礼拜六 是礼拜一 谁知道 对啊 谁知道啊 这样子 然后就是一个 日期的一个 小小巧妙的盲点 因为这部电影 他一直常常都会有 出现日期 可是他都没有年份 对 但其实 其实很多时候 他是1986 他整个故事 是跨1986到1987 对 对 所以就是会有那种 就是很巧妙的 就是让你 有点打一个迷糊仗 对对对 没有错 其实他们两个啊 就像是一个录音带 A面翻B面 可是其实是同一个磁带 对 同时发生的一个故事 所以终于揭晓 就是为什么他会用 就是录音带 来当做这个 电影的很重要的元素 非常有巧思 对 接下来就是 那个红宝石戒指 就是刚刚提过的嘛 就是啊 这是我自己买的 其实是男朋友送的啦 这样 然后这个你怎么不见了 啊 那时候我就是 把它弄不见了 其实根本就是寄回 给他的原本男朋友 对 再来就是 他们主修的学科 嗯 那个晋刚的那个 Tuckin 他是数学系的 对 可是后来在电影 就是继续流转 那个情节的时候啊 那个东京Tuckin说 他其实是物理系的 他主修的是流体力学 其实这一点 我在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有发现 我就觉得 但是因为对于我来说 数理很不好的人 就觉得数学物理都差不多 而且他们隔很久啊 对 就一开始就说 那个晋刚Tuckin说 我是数学系 然后隔很久很久之后 到最后 就是跟Miyako吃饭 之后才说 我是物理系的 对 就会觉得 欸好像不太对 也会觉得 可能他只是骗他 对啊对啊 没有错 还有这个Miyako 他就是有晒伤嘛 说啊没有啦 我就是 我本来说 要跟你一起去 跟这个东京Tuckin一起去啊 可是你一直爽我的约 所以我就跟我朋友 就一起去了啦 其他就是跟那个 晋刚Tuckin去的啦 对 晒的可黑的 红啊 对对对 好啊 还有一些像是什么 那个可乐啊 打翻到裙子上面啊 还要在那边擦拭啊 还有像书 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对对对对 因为就是在那个 呃 就是 简子他 发现 东京Tuckin外遇那一天 他 就是东京Tuckin 有把那个 一叠书就是 搬到底上 就说 就是还 你都不来东京找我 你还买这么贵的书 对对对 就是那种比较不是文库本的书 对对 其实这些书在前面 就是有演出 就是那个 晋刚Tuckin 他就是 是他 借简子的 Manyu这个借女人 好 然后Manyu他有一个 衣服的一个 小小的盲点 就是他曾经有跟这个 东京Tuckin 一起去买东西 然后买衣服 怎么办 到底要学哪一件呢 然后那个Tuckin就说 你都买啦 没有关系 然后就买下来一件嘛 他就穿那个新衣服 跑去跟晋刚Tuckin约会 这样 他是一个 另外一个场景的调换 可是因为隔很久 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 还有一个就是 饭店 饭店真的是太巧妙了 刚刚我们有提过的时候 就是晋刚Tuckin 有人分手 对 晋刚Tuckin就是 刚好因为有人取消了饭店 所以才订到了饭店 其实就是那个 东京Tuckin他取消了 他们才订到的 对 这个就是 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那个 就是晋刚那个飞宅Tuckin 他还说什么 真的感谢他们 就是感谢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 对 妈又也不知道 真的 Yokata 不错 耶 这样 很难订到 终于订到了 那最后一个伏笔呢 就是说 有一个 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 提到了一个剧 叫做 男女七人秋雾语 就是男生女生七个人的 秋天的故事 对 那这个故事呢 他其实在前面 还有一个叫做 夏天的故事 那夏天故事播完之后 另外一个秋天故事 在播映嘛 其实他在里面 有提过说 啊就是 Miyako有讲说 你有看这个上礼拜 才刚播完最后一集的 这个剧吗 他就说 哦没有耶 可是他这个 其实也是暗示说 其实 这个时间点 嗯 其实并不是我们 原本想的那样 对 是 而且你知道这个剧啊 他的主题曲 就叫做Show Me 就是他是一个歌手 叫做 身穿尤加里 嗯 这个女生唱的 他就在这个 就是揭晓 最后这个揭晓的时候 就播出这首歌 哦原来如此 对就是 因为这个歌词也是 很有趣的 就是Show Me嘛 就是 就是秀给我看 哎 真的告诉我 让我看看 对 终于把那个真相告白 对 没有错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巧思 是说 这个 男女妻人 秋雾语 这个剧里面 有两个角色呢 就是实际上 演员他也有参与这个 爱得成人士的 里面的实际的演出 对对对 他就饰演那个 Miyako的爸爸跟妈妈 对对对 就是很好玩 对 就是都是比较是 事后你查才会知道的 对 对 然后 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 它 呃 如果是在 没有最后五分钟的话 感觉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 爱情故事 对 老实说我看的时候 觉得有点松散 觉得到底完没完 然后干嘛看一个渣男 在那边劈腿的故事啊 对 可是到最后五分钟 你才会知道说 这个是一个推理剧 对 而不是一个纯爱剧 对 没有错 对 然后我还看了另外一个人 他有评论这个电影啊 其实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看了看完之后 更觉得这部电影 其实蛮有深度的 嗯哼 它其实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那个 就是时代背景 设在80年代 其实我觉得有几点 第一个是可能是 因为80年代 就是没有手机嘛 所以其实这些 比较就是 那种劈腿的桥段 还比较能够成立 对比方说就是 打电话到家里面 没人接 就真的找不到人 对 也不能够就是定位啊 什么的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 都没有什么赖啊什么 就是如果有这些 就是通讯媒体太 就是非常方便的时候 可能很快就会被打扛 你要哭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 对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说到 就是泡沫经济时代吗 对 其实那个时代的人啊 就是一直不断追求经济嘛 就是圣诞节过得很爽啊 对 然后每天都在 就是追求爱情啊什么 都不管 有没有钱这件事情 其实那个时候 日本就是好像就是 在那种泡沫经济 最繁华的时代 对 对所以呢 其实在 你在听到音乐的感觉 也是那种泡泡糖音乐 就是 所有事情都是非常幸福 非常就是 好像 大家这个 整个社会的 感觉都是很光明的 很有 很乐观 积极开朗的 但是其实呢 最后真相大白的时候 就像是泡沫经济的 那个泡沫 薄一声的 就是灰飞烟灭 对 然后就是 他表面上是告诉你说 这是爱情的真相嘛 对 对没有错 可是其实他也是一个 日本经济的成人士 哦 对 就告诉你说 原来 就是你以为的完美 你以为你可以 就是这样子玩弄 你的感情 对 就像是你可以这样子 过得很爽 但是其实 它是建立在什么 谎言之中 对还有另外一只 看不见的手 正在玩弄着你 对 对没有错 所以就是有目睹过 经历过 这个泡沫经济的时代 这么疯狂的人们啊 在这个他们的下一代 就是进入到职场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说 我真的觉得很讨厌 像以前那么的奢华 迷烂的生活 对 所以就开始有一些像 闲消费 闲就是 闲气的闲 就表示讨厌消费 还有像是草食男子 对 变得很不喜欢 跟别人谈恋爱 是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样子的 另外一个极端方向 他们就往这个方向前进 觉得说反正甜头 都被你们这些长辈们都拿走了 我们现在就是过我们自己喜欢的日子就好了 不要再叫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谈恋爱了 好不好 这个年代 就是你说的草食男子 这个年代 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在这个泡沫经济之后的下一个一些世代标签 就是差不多90年代末期到2000年的这一段时间 差不多 对 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来分享这个时期的一些日剧或者是电影 就是有在讲到这样子的一个时代氛围的电影 OK 对 我觉得应该是有 好 那刚刚提过这本书 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 这本书呢叫做《以男以女》是茂吕美爷写的麦田出版 那它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好玩的一些文章 就是它有106个世代标签 当然就是这是应该有10年左右的一个书了 就像是我们说我们台湾的话就会说我们这个世代是草莓族 这样类似 可是草莓族已经很久以前了 我们都已经变成西瓜了吧 对 那现在就是这一个 就是你说的这本书 它就是在讲日本的这些世代标签 对对对 像以前都讲说什么七年级啊 可是七年级对我们来说 现在都已经快40岁了嘛 对 可能会现在就变成什么 有什么90啊 什么00年代那样子的 总之呢 就是世代不停的流转 会有更多不一样的这个世代标签会出现 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观察这些世代的变化 对 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后面 我觉得导演非常的巧妙的 就是设计的就是介绍80年代的一些物件 对我觉得真的很好玩 对 它其实我觉得整部电影其实是 即使是你不是用推理剧 或者是爱情剧的眼光看 你光是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氛围 就是怀旧一下 或者是就是能够知道 就是看到一些你真的超级久没有看到的东西 包括像什么就是Jag的机车啊 或者是那种以前的那种 就是放卡带式的那种汽车这样子 对没有错录音带啊 或者是那种转盘式的电话啊 还有什么我从来没有看过耶 就是那种靴子形状的啤酒杯 嗯对反正它这部电影的最后面啊 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 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虽然说是很小的东西 可是这个电影的制作小组 他们都有做到 就是完全就是很到位的这些时代分为的东西 对对对对 就是什么那时候我们有看什么外星人的什么垃圾桶都在旁边 对所以呢 非常推荐给就是 我们这个年代或者是我们这个年代再更长一点的这一个阶层 比如说四十 现在四十几岁的人 他们看了应该会非常怀念 对很有感觉 推荐给大家 好那周五是音乐人间观察室 你要做什么 呃就是因为其实呃这里边我已经正式 其实我们这个太阳力已经迈入了双鱼座 但是因为我们希望说呃就是每个星座都介绍四集 所以我这礼拜我也是就是水瓶座的最后一集 对然后我会比较介绍就是我们之前有有大概讲到一些 就是比较是平行移调 还有就是一些比较非功能性转调的方式 对啊这个比较感觉听起来很复杂嘛 其实我就是用一些范例去讲 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歌曲 它是很经典的在示范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看起来很没有逻辑 但是其实就是像水瓶座的思考模式 对就很跳跃的方式 对就是为这个水瓶座做最后的ending 希望水瓶座听过之后来留言好吗 好或者是你有认识水瓶座的朋友 你可以分享给他们 就是说呃你们的就是 你们的正面和负面的性格 可能会是这样子的音乐的感觉哦 嗯对 好那我们就期待咯 好谢谢 好礼拜五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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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